好 那麼 郭台銘昨天突然說 我是朱小弟 昨天晚上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些訊息 郭台銘現在邀請侯友宜跟柯文哲 說我們坐下來喝個咖啡 要把大野狼賴清德把他擊退 我們一定要合作 當時我就想 我只看標題 我沒有看那一看 我想說 這兩個人會跟你喝咖啡嗎 因為如果郭台銘說 侯友宜 柯文哲 我現在決定不選 以大舉為重 請兩位坐下來喝咖啡 我們來談要怎麼合作 這兩個也許會來 都會懷疑說他講真假假 你現在是說 還是說你們兩個都來 支持我來選 我們來談怎麼合作 那兩個怎麼會來 所以到底是怎樣 好 我們看他自己講故事 他就說兩個朱大哥 都已經被各個擊破了 只有靠朱小弟來團結大家 那到底誰是朱大哥 那誰是朱小弟 顯然郭台銘夫子自盜也 講他自己是朱小弟 也就是說兩個柯文哲跟侯友 都已經被各個擊破了 他們只有靠我 來 那 那這下候選人一定會被問 侯友宜跟柯子一定會被問 那人家郭台銘邀請你們喝咖啡 要一大舉會中 那要怎麼樣 看他們怎麼回答 何惟瑜說 我三次親自登門 都不得其門而入 到意思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到他家去 希望能夠登門請教 門 給我吃病 門根本不開 三次 對不對 不過他說我會再次拜訪 既然他這樣講 要喝咖啡 我再去 我們兩個喝咖啡好不好 意思是這樣 那郭台銘說 過去你到我家來我不開門了 過去就算他過去了 我們理念相同就可以談合作了 以前算了 不要去談以前的事情 那柯文哲呢 我到花蓮跑行程了 回應都不回應 每個人講都不講話 根本不回應他 所以看起來很難了 聯合報是說以團結之名 情緒勒索 逼藍白合作 所以凸顯郭台銘也沒什麼招了 只是指老虎 到底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邀請柯主席跟侯市長 一起來參加 我們三位 可以坐下來 一起喝咖啡 喝咖啡 不聊是非 談選舉 洪海創辦人郭台銘再出招 喊要把選票放在同個籃子裡 就是其中 因為其中有兩隻 朱大哥不團結 結果才會被大野狼各個擊破 最後還是靠朱小弟 團結大家 打敗大野狼的故事 我要跟大家說 民進黨賴清德 就是全面掌握國家機器 帶來戰爭 破壞民主法治的大野狼 我親自三次登門拜託 不得齊門而入 今 郭董也喝咖啡 你爸上 我更應該展現更大的誠意 再次登門拜託 曉曉提醒 三個月前的咖啡之約 至今還沒見到面 只是郭台銘也提出 都是靠著朱小弟 團結大家 打敗大野狼 謝謝大家 翻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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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郭台銘 你用三隻小豬 說要邀請你 至少飯店員工想要喝酒 看看民生怎麼看 我是真的覺得 像我很贈同剛剛沈大佬所講 像剛剛徐曉青在 要諷刺這個雲豹的事情 唱個兩隻老虎 真的不要娛樂話 因為真的在講公共議題 所以我也要替賴平委員講一句話 他在2020年的時候 他爸爸擔任雲豹董事長的時候 就其實已經被講了 經過了這三年多 其實如果真的有不法證據 或是說中間有什麼利益輸送 我希望說大家真的也是 可以提出來 然後讓他們受檢驗 我當然也贊成剛剛 趙大哥最後的結論 藍綠通通都彈出來 因為今天不管是台電講說 我們綠能的很售價格 總共只佔我們買電的 這樣的6%的話 那就把這6%都拿出來 看是哪些公司 來標到這樣子的售價 我一樣要講回來到 郭台銘這三隻小豬 一樣 你今天要引用三隻小豬 第一個當然要用小豬 我覺得豬是可愛的動物 不曉得他是形容 大家都可愛還是怎樣 還是他要形容三隻小豬裡面 他是裡面最有錢 可以蓋專訪的那一個 還是如何 可是他提出這個要整合的事情 通常都是民調在前面的人 可是他現在民調在最後 他要來去整合前面贏他的這兩個人 我想這個難度應該是非常高 可是他的理由是 你們一個蓋茅屋 一個蓋茅屋 都不行 大野狼一吹就倒了 我是專強 來 老沈 主持人 你記得一個禮拜前 禮拜五 在本節目 我說我嗅到了選情有轉折 那個時候我講水牛起步了 迷猴祭窮了 紫拉湖消瘋了 這個就是祭窮又消瘋之下 另外一個醜陋的 一個很low的方法 再笨的人也看出你在幹什麼 對不對 你這樣就要再這樣 他的名言說 要再罵 罵過來了 罵過來了 笑得沒補 他用三隻小豬 實在是笑死人 我覺得真的是可恥之人 必有可恨之處 你說人那兩個 是大地小二豬 豬大哥 豬二哥都被人家 哪裡 他們現在都還在二十幾% 是可以一聘的 你怎麼為什麼把人家講成不堪 應該真正不堪的是你 而且就如你講的 如果你說我既然排在最後一名 那我就認了 那我現在就做一個非常公德被 大家來參想一下 看起來沒有參想會生 那比較有希望把那個大野人幹掉 他不是 他在講這個三個小豬的故事之前 意氣風發 這個就是主流民意大聯盟 看 看我 這個 你像上當一次是傻瓜 上當兩次是什麼 是笨蛋 你看柯文哲 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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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制定行程 我覺得郭台銘 是你郭董笨 還是你的幕僚笨 我覺得郭董想得出來 也許他是 聽他自己小孩的 三豬小豬的故事 真的 這適用嗎 一點都不適用 三豬小豬要幹什麼 不是 他自己把自己太謙虛了 說豬小弟 人家搞不好認為他是大野狼 因為你找他們兩個來談 你居安的是什麼心 按照你以前的作為 尤其是侯友宜 怕了怕死 國民黨怕了怕死 四年前一次 四年以後再晚一次 你現在四年以後 你不是晚一次 你要晚兩次 他沒有辦法相信你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說 你用什麼身分來談 剛剛邵航兄講得很好 如果你說你不選了 可是你希望促進所有在野的大聯盟 大結合 那這樣子 人家認為你心裡無私 所以大家就會響應你 可是你自己顯然沒有放棄 你還繼續選 然後大家的感覺就是說 你四年前 你叫韓國人要浪給你這位哥哥 浪給你這位大哥 你現在把另外兩個搞在一起 是不是你也是叫他們兩個推浪 再浪再一次 再晚一次 而且他講了說 以前的事就算了 以前的事譜只有一件好幾件 以前是算了 你以為是倫斯佳人 倫斯佳人的名字叫 Gong with the wind 隨風而去 你講的話 人家記到腦海裡面 是不容易隨風而去的 我再不說不下 我覺得侯友宜 我真的替侯友宜擔心 你知道 因為柯P還是比較厲害 我一走了是到花人去 侯友宜的回應是說可以 我覺得東門可看 我這看你們 但是我認為是去不成的 侯友宜真的要小心 你身體一去了 你現在剛剛起步的 剛剛起來的民調 恐怕又掉下去了 你知道嗎 這不會摸一下 摸下去就燙燙燙了 你知道嗎 城市不足 會跟他們講 衍生民間的這種媒體的講話 又不曉得又衍生多少難堪的 難聽的話 郭台銘要有副手對不對 副手是誰 大家猜的 有一個媒體上報說 郭台銘繼續配戰 拉弓還不射箭 拉弓拉得滿滿的 要不要射我 不告訴你 現在傳出來副總統是誰 沈春華 陳文倩被點名是 副手熱門的人選 這是他的意思還是幕僚的意思 不知道 你問我怎麼知道 媒體的報導 我覺得一乃一斤比這兩個好 媒體把你斷斷講 陳文倩昨天第一時間 他就發LINE給我了 我明明是你的副總統候選人 怎麼會變成他的 就是啊 我明明是你的副總統候選人 怎麼會變成是 一個小大的副總統候選人 太多了 我明明是神富雄的副總統候選人 怎麼會變成是郭台銘呢 你這個實在是太瞎了 這個神大佬意志不堅定 就我的了解 就是說郭台銘 他的確是有積極的找 副手候選人 副總統搭檔 但不是女性 然後如果說 他真的是到最後 走上了要去領表 然後獨立參選的路的話 那個名單就會揭曉了 是一個跟藍營頗有淵源的人 我初步的了解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 他今天為什麼會 他昨天為什麼會拋出來 三隻小豬 然後豬小弟要來團結 我從這個郭董的思維去想 因為他現在他就是 要有一個師出有名 就是說我今天郭台銘 我是第四名 我第四名的 我怎麼能夠出來去領大家 我現在擺出來就是說 我現在要號召團結了 所以我現在要號召團結的時候 我這個咖啡宴 咖啡宴我倒是應該可以參加 因為我叫奶精 所以說這個是可以來邀請我一下 是不是 對 這可以來邀請我一下 但就是說你喝咖啡 這個就是說我們來就是換一個 就鴻門 不管是什麼宴也好 那就是我邀請了 我對侯友宜對柯文哲 都發出了這個邀請 這就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不受邀的話 未來團結不成的話 責任不在我 你就別怪我這個郭董 我要去領表獨立參選了 這個中間還有一個 因為他現在要找出一個 這個參選的這個爭當性很難 所以他就要奠定一個師出有名 第二個 他那個時間點上有個差異 我還要再講一次 就是說9月12號 就是他退出這個國民黨 滿四年的這個時間 他9月12號就可以 假設他今天真的是要在大局 著眼下面的話 他可以去申請這個 就恢復國民黨黨籍 你去申請國民黨黨籍之後 我就是表示說 我不選總統大選這一局了 我搞不好可以跟國民黨 在那種國會的這個部分 我們大家談談來怎麼合作 但是如果他不走這條路 而是現在要走一個 獨立參選的這條路 不管你侯友宜來喝不喝咖啡 柯文哲來喝不喝咖啡 都是要以我郭台銘當作武林盟主的話 我9月13號就去領表 那郭台銘這一路的走下來的話 我覺得到最後會有點難看 因為四角都絕對不可能贏的 郭台銘董事長 你要玩這個 不可能贏的這場仗嗎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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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